第二十二集 刘畅在心中一边计划 一边呼吸慢慢地平静下来 虽然仍旧急促 但是已经从缺氧的状态中挣扎回来 脑子也慢慢地清晰了 恢复了呼吸功能和部分行动力之后 他并没有立刻坐起身来 身子骨那强烈的虚弱感仍在 他就索性躺在地上 继续一边等人来 一边休息着 这次狩猎点离军营很近 刘畅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过来的 果不其然 仅仅等待了二十多分钟 他就看到小女孩带着李清水 胖子 还有同宿舍那个父母双亡的青年女子走了过来 在小女孩强大感知力的作用下 几人很容易就找到了躺在草丛中 砸草盖着的刘畅 而刘畅看到几人到来之后 也挣扎着从地上坐起来 看向那个年轻女人 冲几人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她是个医生 我也是刚知道的 用三包饼干把她请了过来 黄医生 以前的事不提了 今天就请你看看我朋友吧 女人还是用和宿舍里一样的那种一脸麻木的神色 她点了点头 蹲下身子开始查探流畅的情况 她先是嗅了嗅流畅鼻子呼出的气息 又检查了一下她全身那血肉模糊的伤势 随后冲几人说道 症状是水电解质代谢紊乱 应该是大面积烧伤 导致的急性肾衰竭引起的 急性肾衰竭 这么严重吗 李清水听到女人嘴里说出的话 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她虽然不是医生 但是也知道急性肾衰竭是临床重症 是可以下病危通知的急性致死病 很难治愈 所以不得不开口问道 没得治了吗 本来按照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 没有器械和相关的药物 这根本就是死症 女子继续蹲在流畅身前 探查着她身体情况 不过你们不用过于担心 因为按照道理来说 就算是急性肾衰竭 一般最短也要几个小时之后 才会出现水电解质 代谢紊乱的状况 她的情况很特殊 这大概是现在人类身体变化造成的 现在人的身体素质 比起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她肯定不会死 而且就目前来说 我感觉她的身体 也在急速自我修复着 女子一边说着话 一边小心地接下流畅身上的一块胶皮 观察着说道 她的身体自我修复能力很强 而且衰竭的内脏 似乎也在恢复活力 呼吸渐趋平稳 呼出气体中的异味 也逐渐变淡 这是代谢功能变好的趋势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 要不了多久 她身体就会自主恢复的 那就好 那就好 一开始听到女子 给自己判定为 急性肾衰竭的时候 刘畅也是心中意紧 也没敢继续说话打断 直到对方话说完 得出结论之后 她才算松了一口气 刘畅说着话 摸了摸自己下巴部位 那些强烧伤造成的血痕 你先休息会儿不要动 等到呼吸彻底平稳了 再起身 女子按了按刘畅的身子 让她恢复躺姿之后 不再说话 而刘畅心中放下危机感之后 脑中所有想法 也都全部回归到了食物身上 所以她虽然身子躺着 嘴巴却没闲着 李老师 你看到那边我挡的猎物没 嗯 很大 而且看色色 应该能食用的 我再去看一下先 李清水听到 刘畅没有生命危险 也把注意力放到别的地方 她一边说着话 一边自顾自走到 那牛蛙的面前 从身上掏了一些 晒干的植物粉末 掩盖了这遍地的血腥气息 做完这一切之后 她把胖子叫到身边 我让你带的东西 都带齐没 带齐了 我听到小女孩说 有很多肉的时候就带上了 胖子说着话 把手上的斧头和大刀子 扔在地上 又掀开T恤 从腰间抽出了 别着的编织袋 看着那青蛙的尸体犯了愁 这么多肉啊 一顿要不吃完就会坏掉 真是太浪费了 不会浪费的 我去找福尔玛林 你和朱林 在这里把这巨蛙分成几分 装进袋子里 装不完的 就带腿肉等 比较好食用的地方 切割的时候 注意它的口腔 应该有分泌酸液的腺体 不要碰那周围的地方 我和小女孩去趟市人民医院 我去弄点福尔玛林来 知道了 嗯 说完这通话 李清水又回到刘畅这里 冲着那个医生女子笑了笑 说道 那黄医生 我朋友就拜托你了 嗯 你要去找福尔玛林 嗯 你休息会儿 我去去就来 当然了 为了避免危险 小女孩就得跟我一起走一趟了 刘畅从地上坐起身 李清水看了看守在刘畅身边的小女孩 冲她笑了笑之后 蹲在她的面前 来 今天会我背你了 小女孩寂静看了看蹲在自己面前的李清水 又看了看浑身焦红的刘畅 咽了口唾沫说道 哥哥等我 嗯 路上小心 拍了拍小女孩的肩膀 刘畅看着她跳上李清水的后背 随后又目送两人隐没到雾气中 消失在自己视线中 你还有值得牵挂的人 真好 女子看着这一幕 木讷着脸颊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是真好 刘畅笑了笑 再次看了一眼李清水和小女孩离开的方向 李清水和小女孩的目的是 市第四人民医院 这家医院是离这里最近的一家大型医院了 在那里肯定能找到这两个人想要的东西 背着小女孩 李清水两人一路上也没说话 行走了大概半个小时的路程后 终于来到一家医院门前 医院的院落门前 有一个硕大的匾额 凑近了会清晰的看到 那用霓虹灯组成的一行大字 开封市第四人民医院 就是这儿了 李清水放下小女孩 看了看那已经不亮的霓虹灯 又看了看冷清的医院门口 有些疑惑地问道 你探查出什么危险的生命体了吗 没有 那有些奇怪啊 李清水搓了搓下巴继续问道 那有人类的气息吗 也没有 这就更不对了 李清水四处查看着周围的环境 按照道理来说 医院里面有药品 就算现在已经过了死亡时期 但是也不应该这么冷清的 而且 你说连怪物的痕迹都没有 这不是太怪异了点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小心一些就是了 小女孩闭上眼睛 仔细感受了一下周围的气息之后 确定地摇头道 真的什么也没有 那行 你的探查能力还没有出过错 我们小心些 慢慢前进 一有情况立刻折身返回 嗯 两人打定主意后 就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挪进了医院大门 走在院落中 两人几乎每挪动几步 小女孩就仔细探查一下周围的动静 但是依然什么都没发现 而李清水由于视力和普通人无异 所以也只能看到三米左右的东西 在她的世界中 周围一片血红 除了脚下那一小片地儿 依旧是什么都看不到 不过沿着地面那碎石铺就的痕迹 两人即使视力不好 也不会走错方向 就这么沿着医院院落中的道路 一步步地前行着 一路毫无阻碍 很安静 很安全 两人就走进了院落中的中心位置 顺利地几乎有些诡异 不行 走到院落中部后 李清水停下脚步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里太安静了 我们回去了 嗯 那东西怎么办 患家医院 是李医院多的事 李清水说着话 就转身准备拉小女孩走 可就在她抬脚的一瞬间 却突然发现 自己的双脚已经重弱千军 再也抬不动了 惊恐之下低头看去 李清水看到地上突然生出很多根须式的藤蔓 脑无声息 又极为迅速 眨眼之间就裹住了她的脚 正向她小腿上攀爬着 李清水二话不说 赶忙抽出腰间的小刀 弓身割藤蔓 但是挤刀下去却毫无剑术 那看似柔软的藤蔓竟然如同钢筋凝成的绳一般坚韧 仅仅三四秒钟的时间 疯狂的藤蔓就包裹住她的下半身 随后不再生长 和旁边小女孩一起把她俩固定在原地 怎么回事 不知道 完全感受不到这藤蔓的生命气息 小女孩的表情更是惊恐万分 而精神探查的失效 更是让她在惊恐之余感到几分异样 直到一个声音的出现 让这里异样的气氛得到了彻底的升华 你好 人类 一句很普通的话 如同外星人入侵地球时惯用的语句 声音很苍老 如同树洞里的回响 音调是汉语普通话 让在场两个人能清晰听懂她所表达的意思 谁 李清水环顾四周 然后在自己正面面前看到一个巨大的虚影 虚影参天而立 以李清水的势力根本看不到她有多高 有多宽 甚至连长什么样她都看不到 如果不是虚影过于巨大 遮挡住她头顶那穿透浓雾的阳光 她甚至连这个影子都看不到 你好 人类 我是一棵树 巨大的虚影移动起来却全无声响 等到完全立在李清水面前的时候 已经彻底遮挡住她头顶的阳光 而她站定以后 她再次开口说话了 按照你们人类的说法 我是一棵柳树 一变了的柳树 柳树 李清水突然想到一周前在下水道看到的那巨大的植物根茎 那贯穿整个地下世界的植物根茎 让她想到了世界之树一次的植物根茎 那让她对这个新生的世界产生更多疑惑的根茎 她当时还切下了一块带回去研究 甚至现在那细小的根茎还在她的裤袋里 空洞的声音继续回响着 随后李清水看到一根柳条从空中慢慢地延伸过来 延伸到她视线之内 然后穿过包裹住她的藤蔓 钻进她的裤袋里 随后卷出那条已经干枯了的根茎 这是我以前身上的东西 须颖说着话 柳条一卷一裹 那段根茎就已经被她粉碎 不过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它了 你真的是一棵树 看到那坚韧的根茎 如同人类手指一般灵活 又听到须颖这极具人性化的余声 即使是对生物有所研究的李清水 即使经历了这大进化时代已经见怪不怪的李清水 也是完全无法相信这一事实 是的 我是一棵柳树 这点没有必要骗你 那你为什么会说话 李清水大叫道 仿佛想用歇斯底里的声音来掩盖这更加歇斯底里的事实 就算是进化出了智慧的物种 也不可能这么短 就完全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就算学会了 也不可能如此深刻的理解每个词汇的含义 你说话的语气和音调 可完全不像一个初学者 就好像 就好像一个活人一般 因为本质上 我的智慧就是人类的智慧 而我的语言 自然也是人类的语言 虚影说着话 再次从高处伸下来一个枝条 只不过这次的枝条 比刚才那根粗了好几十倍 精密程度更是那条的上万倍 那是一个由无数的细小枝条 缠绕组合而成的精密仪器一般的藤条 在这个藤条组合中 粗得有人的手指那么粗 细得比人的头发丝还细 就这么缠绕包裹着一个透明的 海碗大小的树枝薄膜 而在这透明薄膜中间包裹着的 却是一个人类的大脑 大脑鲜活 脑中的根根血管似乎还在流淌着血液 和无数比头发丝还细小精密的 如同血管式的鲜红的柳树枝条连接在一起 不停地运转着输送着血液和能量 这 这是 李清水看着自己眼前那树枝包裹的东西 仔细辨认着其中的脑部纹路 随后眼睛睁得巨大 眼神之中透出了极度不敢相信的神色 这是人类的大脑 虽然亲眼所见 但李清水仍旧不敢相信 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已经彻底颠覆他对以往生物学的认知 这大脑还是活的吗 是的是活的 还可以正常运作 能保持大脑的鲜活 这可以说是我一遍以来最让我引以为傲的能力了 柳树说着话就把那复杂精密的藤条组合收回到空中 隐没在雾气中 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会说人类的语言了吧 知道了 李清水点头 存在即合理 他慢慢地深吸几口气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之后 开口问道 但是你究竟可以控制多少大脑 目前不多 仅仅有七个 人类大脑中的信息量太复杂了 不但多 而且博杂无比 在控制第六个大脑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些信息交汇在一起 产生了冲突和凝结 就好像一团拧在了一起的麻线 让我很难处理 所以我在控制了第七个大脑之后 决定暂时不再进行更多的控制 以免信息量彻底凝结 让我的大脑短路 原来是这样 那你抓住我们两个人 有什么意图呢 李清水看着那苍天的虚影 问道 本来树木作为食物链中的生产者 你不应该缺乏生长 所需的有机物 所以 你吞了我 似乎用处不大 而且你自己刚才也说了 根虚这种东西 对你已经无用了 说明你还净化出了 别的营养获得方式 两种有机物获得方式下 你的体内的营养 绝对不会匮乏的 而如果我的身体 对你无用的话 有用的就只剩下脑子了 可是你刚才又说了 你已经容不下 更多的信息量了 所以 我想问你的是 你抓住我们做什么 你好聪明 脑中的知识含量 应该也很丰富吧 真想把这个脑子换掉 柳树说着话 又从空中伸下来 一个精密的枝条组合 这个人的脑中 全是无用的信息 色情 暴力 和千篇一律的市井家长 真想把他这个位置 空出来留给你 可惜 我现在自己斩断了根境 暂时不具备这个能力了 这么说 我还是个幸运儿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抓住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